《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 是遍佈全球超過190個國家的國際救援組織 他最初是怎樣開始的呢? 原來一切都是來自一個人的願景和行動 他就是本運動的始創人 亨利杜南先生 1859年 本身是商人的亨利杜南先生 逃經意大利北部的村莊索爾佛利諾 當時法國和奧地利正在交戰 雙方共有30萬士兵死傷 其中約4萬名雙病者被遺棄在戰場上 杜南先生見到這個令人震驚的情景 當核就決定投身戰場救護 他借用當地教堂做臨時救護所 聯同雙方軍醫和當地居民 一視同仁敢去救護雙病者 這個經歷令到楠先生感受到 戰場上的雙員和醫護人員都應該受到保護的重要性 於是他在1862年出版的 索爾佛利諾回憶錄中提出兩項建議 第一 在各國設立全國性的自願雙兵救護組織 和平時期開展救護技能訓練 戰時支援軍隊醫療工作 第二 定立一份國際公約 對軍事醫務人員 醫療機構 和各國志願的雙兵救護組織 予以中立的地位 這本書和兩項建議得到很大迴響 在1863年 和四位日內瓦知名人士 組成雙兵救護國際委員會 同年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辦國際會議 參與會議的十六個國家 和四個民間組織 通過了杜南先生書中的兩項建議 以及使用白底紅十字秘章 作為救護人員的標誌 1864年 瑞士舉行外交會議 參與的十二個國家代表 簽署了第一部日內瓦公約 目的是保護因傷病 而不能夠繼續參與戰鬥的士兵 並確立白底紅十字 為救護人員標誌 保護在戰場上的救護人員 軍隊醫院 救護車等 不同國家陸續成立 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 開展國內醫護訓練 和在戰時提供救護服務 後來 國家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 再擴大工作範圍 在和平時期 提供各種保護生命 和健康的人道服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紅十字會聯盟 隨之成立 協調當時的戰後救濟工作 現在主要組織大型的跨國救災工作 協助國家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 長遠發展 亨利杜南先生和本運動的人道工作 都得到國際間的表揚 在1901、1917、1944和1963年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現時本運動在190多個國家 透過8,000萬義工和職員 開展人道工作 他們藉著不同的服務 展現人道精神 努力防止 和減少人類疾苦 以上工作 都來自百多年前 亨利杜南先生的經歷、 願景和行動 由他書中的兩個建議 演化成一個全球性的人道網絡 以及各國在武裝衝突中 都應該要遵守的國際法 影響深遠 由此可見 每個人的力量都是舉足輕重的 希望大家同樣可以在生活中 走多一步 實踐人道 兩百多年 那一步 提起 諸佛 提起 明天